那你说那四年怎么讲 那四年空挡 无所事事的四年 我一开始觉得 就回想起那几年 我觉得很快乐 每天就是半夜两三点 躺在床上看漫画 看美剧 跟老胡去楼下吃 那个陕西的面 面馆 但我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 那几年还是有很彷徨的时候 还是有很迷茫的时候 就焦灼的时候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真的也得亏是有老胡赚钱养我 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怎样 包括一零年那时候 我查出来身体里面长了一个囊肿 也有很恐惧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那段时间 什么样的感情都有 就是什么样的心理都有 你自己冥冥之中 会觉得那四年对你很重要 但你其实现在还琢磨不透 那四年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你会经常想起那四年的时光 那四年包括研究生 就我感觉我出名之前的所有时光 就从我来北京到我出名前 我都时不时会想 那时候你对他最出什么印象 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好 因为我俩从个头然后到外貌都有点像 所以在大一的时候老师和同学 搞混是吗 有时候分不清我俩 我是觉得我们那会排作业的感觉 他就是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他永远是在餐桌上提供笑点的那一个人 这么突出啊 就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发现他的突出 但是如果你不回想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待在一块是挺舒服的 那你觉得他这么多年最困难的 就是最艰难挣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就是大学毕业到研究生 中间那四年是吧 对 怎么讲呢 因为那会儿其实他跟老胡 虽然说大家毕业之后都没啥钱 但是当时他们来讲可能更难一些 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应该干嘛 当演员吗 不太喜欢 当导演吗 也行也不行 但是他太累了 就是是他身体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承受的 当时我跟老胡吧 应该是还在跟他说 那你要不然当老师 因为有寒暑假可以休息 所以后来可能才慢慢去考了研究生 最早对姜亦磊什么印象呢 我俩是莫名其妙 在大一一上学就成这个关系特别好 那会儿我觉得这个女孩虽然有意思 但得忍一忍 要忍什么呢 事实态度 我觉得真正特别走近 应该他考研那会儿吧 有段时间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 我每天下班回家 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 去她家 去混一混 对 每天晚上下班必去她家 他们家等于变成你的居酒屋 然后回家 然后我那时候不配意识到 他俩会不会烦我 我就来了怎么了 因为他中间空了四年时光 你觉得那几年时光对他的 他会跟你表达吗 或跟你讨论吗 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很少释放脆弱 你释放吗 我释放 我是个很爱释放人 我就印象很深 其实在那四年有两个人家事 其实是让我觉得 这个朋友可以交一辈子 就是我觉得我那几年也是 就是也在努力工作的一个状态 会有很多很不顺 很抑郁的事 然后白天 我就是他把我叫出来 说你要跟我去晒太阳 然后在太阳底下 就带着我一起 做那什么操之类的 做运动 对 然后还有一次是 他陪我出来吃饭 吃完饭 我说要不我们走回去吧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不爱走路的人 他竟然答应了 我当时在那一刹那 我觉得我就好了一点 因为他从来不走路 十分钟的路就要打车 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 让我觉得他心底 其实还是很坚强很善良的 很温暖的一个 对 这有情对你 杨敏好 托尼芳 就是你们好像一种 很特别的那种 亲人式的有情是 我觉得可能因为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吧 所以大家可能 在不自觉的时候 就把一些人 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了 然后婚姻方是我们家孩子的干妈 就也是清晰的一种 我从来没有觉得孤独 可能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朋友 包括你说你做的 很多这些视频 节目也好 它是不是还是挺典型的 等于是反映这代 很多心境啊 表达方式啊 什么各种 我不知道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一代人 到底是什么样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比如说你们开始 小时在电影院那个门口 是你们第一次一块拍吧 对第一次 他那时候还在中戏读书是吧 在研究生期间 那个时候我呢 是还在演员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没戏拍 然后就也会去找他玩 当时觉得他有点兴趣 想做这个事 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就觉得好玩 然后说要不然咱俩一块弄吧 我们就说行啊 就会聊这些事 那比如说你们中戏的学生 即使你要做影视 也是对大屏幕 有某种更强的感受 你们会对这样的一个短的视频 然后这种舞台 会有偏见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我跟江云蕾俩人 其实没有 但是就是很多中戏的 我们的系统里面 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 江云蕾为啥在做这个 是看不太上的 包括我在去这种八大院校 介绍PubyTube是怎么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也是看不太起来 还是会觉得 这个东西太low了 这已经是哪年了 这已经是1819年 还是这种普遍的偏见 50%以上吧 江云蕾当时是什么反应 就不是啊 我觉得江云蕾这一点蛮厉害的 你想从15年 大概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再拍了 中间有非常多的人的不认可 不知道你在干嘛 又不赚钱 一直在拍 那其实真弄到他火 是15年年底了 这半年呢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让他坚持下来 喜欢啊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他很像是做一个自己的作品 无非就是排大戏这个东西 变成了在短视频上呈现 但是他完完整整 是他想表达的东西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这个戏的编剧 导演 所有的浮花刀 包括录音 摄影 都是他 所以他创造力的维度 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我到现在为止 可能拍短视频 就做这种体量的这种创作 可能还真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方式 你觉得最喜欢 或者最让你 因为脑子里面想法太多了 就需要不断地释放出去 对 这是你用别的表达的方法 表现的形式 所达不到的 把它写成一句本 写成文章 它有很多东西 很难用文字去给它写出来 拍电视剧 拍成舞台剧 周期太长 然后它体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可能短视频 反而是给我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去表达 我自己想法的一个手段 因为一开始从第一条开始 没多久 中间过了半年 其实就一个爆炸性的成功 你现在回忆起来 那种冲击到底什么感觉 就它其实分好几层 你真说第一反应的话 就是很开心 但是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它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在数字上 转发了多少多少 你的生活没有改变 然后慢慢地 对你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甚至是你走在路上 会有人认出你了 你才开始觉得这个东西 入侵到你的生活了 就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再到后来就是恐惧了 很恐慌 那时候很恐慌 恐慌是大概什么阶段 出名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恐慌了 你当时只觉得 哇 互联网太可怕了 就奇奇怪怪 声音太多了 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的 适应不了 你怎么 打电话给杨明哭 就打电话给杨明哭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 但你之前是个活在网上的人吗 是 我是 我是一个互联网 就很深度的那种 就重度的一个 重度的 重度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 你追个网 我等一会儿 这是我们点的是吗 你们不是给徐老师也点了吗 他的呢 我就分这一份 我们预算有限 吃吃吃我的 吃我的 我们这个才19块9 这个阶段多久可以适应的 那种被入侵 然后被评价 不得不断地各种评价这种 到一 将近两年吧 那个也是我团队开始磨合 差不多磨合好了 他们有时候会给你一种 不要怕 我去帮你骂他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直接是吧 对 我去帮你骂他 我这里有证据 我们给他从头到尾捋了一下 我们没有问题 你不要害怕 他们比我冷静很多 也比我乐观很多 所以他们能能安抚到你的情绪 我那天开会特别可爱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家庭戏班子 我们一直有一种小作坊的感觉 或者很像当时那个台湾综艺节目 就是他们有一个团 今天有什么新闻事件 他们就立刻开始写本子 然后晚上开始演 就他就变成一个 对当时台湾社会的各种分析 理解 包括嘲讽的一个 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 有一点像吧 可能有一点像 我的团队这帮人是 有时候能给我提供一个 非常坚强的后盾 对 而且你兴起的过程 正好是舆论环境 开始非常的两极化的过程 是 怎么办呢 你没想过往后退却吗 没有 没有 要吃饭的嘛 要赚钱的嘛 而且最那什么的时候 你只是有一种很委屈 很冤枉的一个情绪 但那个情绪又不是压倒性的 摧毁性的一个情绪 出来了就好了 被这么大量的关注 因为你想 你们都不喜欢被关注 不容易上去 那在边上 你怎么应对呢 就是做鸵鸟嘛 鸵鸟 做鸵鸟嘛 只要我看不见 它就没有发生 就这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办法 非常有用 然后现在慢慢可以适应一些了 但是我的适应方法就还是不看 不会像以前看到了你 我会手心发凉 会出冷汗 江亦勒一开始承受力怎么样了 就是突然被咱们多人议论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要试 都很难承受 这个很难 他现在已经坚强非常多了 他对崩溃时候怎么应对他自己 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更往就会哭 但我那个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太把他当回首 我说多大事 别理 那什么时候开始更易烧 他那种真的痛苦的 那六年那会儿 其实确确实实 我们两个都蒙了 我觉得可能人生中你遇到压力 就极度压力的时候并不多 总觉得那个时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 是在拍卖之前吗 拍卖是一个很标志的事件 这个我们交易的 其实是在应该是在拍卖之后 之后是吧 虽然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反而赛 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难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过去 拍卖之前我觉得可以坦白讲 都是幸福的烦恼 后面是因为整个的 这个舆论的声音很多样化 然后你就发现就是你很朴素的一个念头 就被拒绝出那么多种版本来 然后你又拍出了个两千多万的价格 虽然我们都已经捐掉了 但我们后面比如说 又算我要去变线 我应该怎么订价呢 对吧 然后订完价这个客户会怎么看呢 然后网友会怎么看呢 对吧 然后最惨的是我觉得我们俩 在九严桥的一个开会店室外 俩对着哭 因为他想哭 他哭高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什么契机呢 是什么引发的这个呢 就是他有一个前提是 他就不是冲着一个要获得这么大影响力 去的这么一个初衷 如果说我今天就想成为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人 我做这件事就为了这个目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那个承受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 但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初衷 就不是要那个结果 它产生的后果和你自己的预想 那个差值非常的大 它伴随的就是 肯定有人说你好 就有人骂你 有人支持你 有人就会从各角度分析你 这个肯定会受不了的 对 我现在想一想 你们16年那时候 就简直像一场梦一样 真的 就是很像 对 很少有人突然做这么大的梦的机会 后来想想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在补课 因为你跳过了很多个步骤 对 有很多种感知 很多种认识 很多种感受 该经历 但我们未曾经历过 那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可能都要补回去 要还的 对 都要还的 那个课补起来太难了 对 现在等于这一代人要为自己 这一两代人要为自己 之前过分的整个社会环境那么好 要补课现在 对 大家都在补课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在这个奔跑的时代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都能为 有那么一点点 叫成长的烦恼 帕皮匠 就在过去一个月里 他的粉丝数 在那么大的基数上 仍然翻了一番 在北京如此平凡的一个下午 我们在这儿 举行一个多小时的活动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这一个小时 将来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 起拍价 21万7千元 21万7千元 两年之后 帕皮匠这样的角色 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大家觉得商业化的力量 把它未来透支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当然要把他的未来一把透支 五算六算七十万 八号直接出到一千万 你这看着太无聊了 我那时候比现在瘦好多 我没看过 第一次看 你看那个 我当时那旁边书叫 走向世界的挫折 一千八百万 两千万 两千二百万元 成交 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条广告 单条视频诞生 他说到 我挺可怜的 那些唱完歌的人 就恍如格式吧 完全不同的 社会情绪了 我觉得我也有变化 我觉得就是 我对他们那么强的抵触到 慢慢地试图去理解 不知道是成熟了 还是变得退缺了吧 不知道 我又坐下来了 可以吗 包括当时16年等于是很标志性的 罗志云他们拍卖你的广告 那个事情 那还是一个 你们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吧 应该算 我现在觉得那就是一个营销事件 罗老师吗 很聪明的 您采访过 我们这个节目第一季就罗志云 对 对 反正他说话我也经常听不懂 但后来我是把这些事情全都交给杨明 这个事情怎么搞我 不管 但我不上台 我不会改变我做内容的东西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也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从客观上来说 他确实是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下子名气很响 闹得很大什么的 但对我本质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反而是让我非常的害怕 怎么理解这个可怕呢 首先是这个事件 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拍卖 什么是拍卖 你拍卖的是什么 最后拍出来的这个金额 真的天文数字 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脑子能想出来这样的主意 也只有罗老师这样的脑子 他们跟你说的数字之后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记得吗 疯了吧 那怎么做决定 把他捐出去呢 这个是我们拍卖钱就决定了 因为我们公司运作的话 我们是有投资的钱的 不需要靠这个钱 就决定 就不管多还是少 我们都卷掉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拿到两枪上什么感觉 我说我没有拿到 我这个钱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袋 那你想这么拍出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你们要做那广告 是不是压力就变得非常大 是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呢 你无从排挤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广告 客户也不知道 我都不说那会儿 我觉得现在的客户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广告 所以那会儿就只能是 你觉得这个广告 应该是怎么去做 我觉得可能跟131 对待客户的态度差不多吧 我们没碰过这么多钱 不知道 下次有一集 我们给我们两千万 我们就好好想想 怎么做一集 不用那么多 给多少都是甲方 太成熟了现在 没有 我们是现在真的觉得 就是如果有广告 我要把那种做得更好 我不能让别人看完之后 觉得就是为广告做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有广告的话 就做得好 客户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你想一开始 你像从那个冷了是吧 有一点冷 今天阴阴的 那比如从15年底的时候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们做什么都是一个风潮 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莫名其妙 自己也不理解 那问题是 比如那阵风 那么大的吹过来 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 风力下降了 不是该做什么 都是被引起这么多的关注的 也就两三年以后吧 我觉得那个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一直被顶在上面 反正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不是好事 那个时候刚开始 被吹捧的时候 我就跟杨明说 我说我特别怕捧啥 能把你捧得多高 就那么给你摔得多惨 我不需要那么惨痛的东西 但你说的 就是说被捧得高高的 就担心被摔得重重的 那你曾经被高高的 那你也没有摔得重重的 没有被摔其实 对 平缓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那担心那种衰退 大家对你做那种不感兴趣 也没人关注这些内容 我觉得早晚会有那一天吧 你只要接受这个 你就没有很担心 就做到自己没有想法了 或者确实它不被需要了 那就停了 你现在怎么评估 你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呢 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 它不像以前 因为现在我说实话 限制太多了 我觉得15年能做很多东西 现在都做不了了 跟那个戏份比较宽松 有很大的关系 你既要有自我约束的 你又要有平台约束的 你也不能去调侃 有很多观众会觉得 你调侃就是不敬 你也不能去评论 你评论就是 我很害怕冲突 任何形式的冲突 我都很不喜欢 而且现在有时候 总会有一种 怕自己说错话 怕自己表达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 因为你自己 随着你粉丝数量上来 你对自己的自我约束 也会很大 所以我能做的东西 开始变得非常的少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不可理解 我们曾经有一次 做了一个反讽的内容 就是你第一眼看过去 它就是一个反讽 然后评论里面说 你怎么可以提倡这种东西 我说我在反讽 所以我们后来会在 所有反讽的视频后面 加一个 我们这个视频是为了嘲讽 绝对没有任何提倡的意思 就有些人看到一半 就已经给你下结论了 三观不正 不断说三观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以往后吧 我觉得比15年更前了 三观很正 什么什么的 但后来是谁说的 三观没有什么正不正 它只是 是不是符合 当下最主流的一个 而且你什么时候 开始感觉到 比如说 大家的观念上 应该更开放 因为随着技术 交往的增加 但实际上 它越来越保守的趋向 1819年吧 那会开始很明显的 觉得网络的舆论 开始变得很 很奇怪的走向 极端的声音非常的多 但我觉得这 有时候反而觉得 你上网上多了 限制了你 限制了你的很多思考 是啊 前两天是看谁说的 你的思考到底是谁的思考 你的想法到底是谁的想法 对这种不断的 就无处不在的这种 就会使人 完全就僵化了 完全就是会 它能变形吗 然后就找一个缝隙 可以表达 看值不值吧 你是有多想表达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缝隙 你确定你能找到吗 其实要找的这个缝隙 可能得用圆滑吧 你得是那种 吸溜一下 没有任何的毛病 出不了任何的错 同时还能表达 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那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的感受力 就伤害得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东西的话 代表你没有那么想表达 或者说你的这个观点不值得 没有那么值得去表达 如果是一个需要支溜一下的 就这种时候 你要表达的一定是一个 多多少少有一些冷脚的 有一些刺的东西 就是嘲讽 哪怕我不是针对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命题 它也得是有一些刺的 但现在这个刺 没有人敢打保票 说你这个东西发出来 OK还是不OK 挺要命的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保持对生活的一些刺 是非常必要 一直都是 小时候就感觉是吧 小时候就有 尤其是我们现在做 我也不能说我们 这个是喜剧 或者是类喜剧吧 一定是对生活 有很多意见的 人才能做出 好笑的东西 在我眼里有三种笑 搞笑 可笑和好笑 我觉得搞笑的东西是 真正的搞笑 比如说周星鲜那种 无厘头的 它是需要很高超的 技术的 技巧的 可笑的东西是 可遇不可求的 大多数发生在生活中 你一定要能发现 这种可笑 你才有可能 去做好笑的东西 然后好笑的是 幽默的 是戏剧的 你需要有一些设计 你需要有一些观察 你需要有一些 生活的东西来帮助你 你觉得最擅长哪种 都不错 都还行 确实是这三个 也就涵盖了 我的视频的所有 那这个趋向呢 这三种 哪种会越来越多呢 面对这个环境 好笑吧 好在吧 你生活还是在继续 你还是会有邻居 你还是会有亲戚 你还是会有朋友 你还是会有同事 你还是会有你很普通 但是每一天都会过的生活 你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你还是从这些事情里面 去汲取一些灵感 然后同时有一些 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 去把它铲除 一直都觉得我 我很好笑 我为什么不让更多人 看到我好笑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自己有好笑的 我从小就知道 自己很好笑 就是一般班里 都会有一个 大家说开心果 我就是那个开心果 你一周园就是开心果吗 我幼儿园 我想不起来 小学开始吧 就是 因为我从小 我爸妈就一直在吵架 然后吵到我20岁 他离婚了 你需要就 你和他 我需要 一个是弥合 一个是 弥合对我 当时的我 还不是特别 那时候 我当时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去消解掉 给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躲避到一个 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 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他俩一直吵架 所以才造成 我是一个开心果的人 我那些小时候 一直在想 就是赶紧 就是忍过去就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学校 你可以让大家开心 你可以让大家跟你一起笑 你就觉得 这个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你这么了不起 没有 我觉得是很无奈的吧 就如果我爸妈是很恩爱的 我可能也不是现在这样 也是小孩子的生存 生存方式 对 但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 把原生家庭看得太重了 我觉得原生家庭 我特烦这个 其实 他不是不可 逃避的 所以我是尽量 不要让原生家庭的东西 影响到之后的我 就是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的 那你觉得你爸妈听到 你讲这些话 他们会什么怀疑 我们没有很深刻的聊过 但是我有一次是 我二十岁 我跟我妈有过一次 非常巨大的争吵 母女俩从来没有 淘心窝子说过话 只有那一次争吵 是淘心窝子说的 两个人眼泪狂飙 那会儿他们已经离婚了 那一次说 你知不知道 你们给我带来多少痛苦 我有多痛苦 你知道吗 告诉我妈 然后后来我妈也狂 眼泪狂飙 我也不想让你痛苦啊 我也很痛苦啊 什么的 我说我知道你很痛苦啊 跟演电视剧一样 但后来那一次巨大的争吵之后 得到了母女俩的大和解 因为可能真的需要释放之后才能 一般妈什么样的人 他们俩都非常有声明力 我妈妈是下岗的那一批 是一个国企 全国都是嘛 但是我妈从下岗到她后来退休 她只有半年是没有工作的 她应该换了十几二十个工作 然后我爸爸是上海大学中文系 做记者啊 做编辑啊 自由撰稿人啊 什么的 你爸是跟我同好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爸后来开始研究 研究什么呀 也是比如说上海的近代史啊 什么的 这么有意思 我给你爸听聊得来的 你俩肯定聊得来 我都不跟我爸了解 我爸跟我说 你知道吗 上海在开部以前 在金山那里 挺不要听 那时候你现在想象 那时候就回来上海 是什么感觉 那会儿的上海 就如果我童年印象深的 应该就是有很多路边摊 是真的就很路边 摊煎饼果子的 什么卖上海那种油炖子的 炸里脊肉什么的 其他的真的没有太多印象 那时候对自己 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比较清楚了吧 对自己未来有想法 懵懵懂懂的 没有想法 到高中吧 才觉得 那会儿是看了什么电影啊 还是什么的 看到中央戏剧学员 这几个字出现了 再加上在高中 会自己排一些小品 身边人就开始吹捧你 你好棒 江亦磊你好棒 你好厉害 你去考中系吧 什么考上系吧那些 后来就觉得 要不去试一试 因为我数学真的很差 所以我就觉得我正常上学 我能不能考上呢 就开教授会 我妈就会去跟老师说 朱老师啊 我们家江亦磊数学不好啊 你能不能给他补补课啊 然后他很敏锐 你是不是不喜欢数学 我说我不喜欢 他说很正常 我第一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 偏科是很正常的 这老师好自在 自由 他很自由 他很自由 包括我上大学前 是他推荐我天涯论坛 叫什么呀方便说吗 朱凡昌 我跟他到现在还有联系 然后就说 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数学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别的学校或者什么的 他说偏科很正常 没有关系的 这让我妈听见 我妈肯定要生气 后来我就跟他表达过 我想上中系 然后有一天 主要就是说 中系开始报名了 你要不要去报名 我说我不报了 我爸妈肯定不允许 他说你不要考虑你爸妈 你就说你想不想 那我试一试 我们一共是三试 每一次考试的费用是100块钱 他就每一次帮我交钱 然后每一次带我去考试 我在里面考 他就在那个学校外面等我 到进三试的时候 我在上课 他早上骑自行车 去上系帮我看报 这么好 很好 对我真的很好 然后给我发信息说 你上赶紧过来 然后那会是班主任在上课 我就腾着一下站起来 我说我进三试了 然后所有全班给我鼓掌 然后我说赶紧去 赶紧去赶紧去 那是人生很动人的时刻 很动人 很动人 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激动 他说但他那会 老师当时多大年纪 不到三十吧 就很年轻 后来跟我说 他没有想到你能考上 还有50%的动机是 你放弃这条路吧 你就踏实下来学习 但他说我考上 他真的很开心 你爸什么反应 我爸就觉得你一定能成 我早就知道你能成 你这点就是像了你爸爸我了 你们家你爸爸是更盲目乐观的人 是吗 是的 我妈会更实际 那你觉得你身上哪部分更多呢 像我妈吧 不能太漂亮 你还是得落到地上 不然的话你的生活会有危险 所以如果没有跟你说中细的事 你觉得你的道路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就是进上海理工大学了吧 然后学了一个文科 然后到2011几年 可能依然开始拍短视频 总之会走上那个路 我觉得会 因为他给你带来了乐趣 然后你的兴趣和爱好 可能也就在那